一到上班時間 環保餐具工廠所有機具 開始勤奮運轉著 它要運轉都是需要用到電 但如果遇上了斷電 恐怕讓業者大傷腦筋 那可能會造成設備的磨損 然後像是馬達 還有保險師的燒毀 進而衍生的話 就是像我們的原物料 或者是半成品 就沒有辦法再使用 那另外一種是 比較嚴重就是營業損失 那營業損失的話 因為就是設備損壞了 那工廠就整個停擺 那沒有辦法再生產 為此他們有準備發電機 但這只能供應緊急照明設備 30多台的機具 依舊可能會面臨損失 沒電就沒辦法運作 那像我們一般工廠跟廠房 都會有做投保 那這個當然也是工廠 在整進的時候都會去做評估 畢竟我們這個產業比較屬於傳統產業 那如果遇到像一般的電力突然中斷的話 我們的發電機主要是供應緊急照明設備 電在你我生活當中真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源 因為不管是手機電視電腦通通都要用上 只是在10月初山頭颱風來襲 從高雄登陸帶來了強勁風勢 就造成不僅在市區還有工業區都出現了停電窘境 高雄市統計一度無電可用的戶數是多達了18萬戶 工業區石化廠也因此得臨時停工 三四家工廠沒電可用長達一天的時間 這影響層面有點廣 因為有兩家評估 負電時間無法預期產線沒辦法應付 只好直接全面停工 原料進來了沒辦法處理 結果倉儲也爆量 有業者不得已停爐 再加上特定的運輸路線也中斷 傳奇連帶跟著受影響 111年林園工業區產值達到2300億元 112年受到大陸傾敲風波只剩下1700億元 而這回颱風來上下游連帶受影響的狀況 恐怕數字都不太樂觀 高雄發生的這個其實就非常明顯 這邊就很多土啊 我們這種建築物的這個 還有還有這是我們的便電所 便電所裡面這些也是 這整個下來其實整個這個系統就會被 因為影響就停電了 所以這次其實這個高雄發生 這個便電所停電 其實就是這些原因造成的 臺電一直在做這個 所謂的電網的韌性 我們剛才講到了 颱風會造成那麼多的停電 那就大家外界在測試說 你這個電力公司你的韌性搶不搶 那韌性其實一直在做一些相關的防患 所以像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如果它是迎風面 那有可能就要考慮到 它我們的感線能不能受到這個迎風面 這麼大的強風去 去所謂的這個抵擋的住 颱風來襲發布警報後 真的得要繃緊神經 任何一丁點小狀況都不能馬虎 雖然只是個小東西 就可能會造成供電出狀況 颱風天造成有形無形的損失 其實比你想像的還要多更多 我們整體的經濟啊 還是以製造業為主 那因為颱風的這個關係 大家沒有辦法正常去上班 那所以說呢 生產都沒有辦法正常的進行 但它主要影響的地區是在南部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準確預測它的動向 所以我們其實從南到北 那個所有的縣市都在放颱風下 它整體的這個影響 可能比那個你剛才提到的石化產業 受到的影響都還大 所以也有人估計 我們颱風架放一天 我們那個GDP的減損的金額 有可能是超過300億 每年颱風來不來無可避免 但每每一來 又是放颱風架 又是災害影響 總讓企業寒苦 尤其電力 這一段 民生日常出狀況 經濟影響損失程度 都是一元起跳 尤其上市上櫃的公司 一丁點風吹草動 都相當驚人 TVB的新聞 張祺元先輪台北採訪報導